都收贿赂了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所以我讲科学家没有学佛 要学佛大幅度地提升它 有很多学科学的在美国 我说学科学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学 我们这个世界这些科学家的时候 问题很多 为什么呢 科学家还有妄想分别之主 只要有妄想分别之者 你就接触不到四世真相 如果说用佛理来解释 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很伟大的这些人 发现了重大的危机 那么在您看起来 这个危机必然会导致 什么样的灾难 危机先前 灾难先前 他们还是不知道 他们认为说这是自然灾害 这是不能抗拒的 实际他不知道 这个是人心可以改变环境 这在中国民间度一度小的 这个风水 不是风水 也是随人心转 所以说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有福的人到那个地方 住在那个地方 风水就装好了 您说风水可能有一些 那就是自然环境 有的人他是接受唯物教育的 可能还接受不了风水 但是我请教您 人的身体 包括人的这张脸 是不是人相对于心来说 他的环境呢 不错 是啊 很显然 你说你不相信 你心里欢喜的时候 你会不会笑 你那个面孔不就不一样了吗 像你惩恨的时候 用恨的时候 你就生气 那这马上就变化了 那您能解释出 就是街上很多人 他那个面孔不太好 又很衰老 又很疾病很多的样子 很难看 是为什么吗 他心里也烦躁 他不快乐 就脸这个环境 是因为心造成的 对 不错 而且是身体体质也是如此 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 整个天下 可以推广的 你的心是真善美 你的容貌阴身 也行出真善美 阴身容貌是外表 是你自信的流入 你要想这个相好 你叫心要好 心不好 像好没得到 怎样修师也是晚 佛在经上常常说 相随心转 心要是邪窝 你这个相也邪窝 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 你也是邪窝 我们常常到世界 各国地区去旅游 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人词 发现的人心浮躁不安 一丝毫刺激 都经不起 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诚恨就爆发 这是反常 所以他自己的 阴身容貌 体质 多比不正常 再影响他居住的环境 环境也不正常 怎么会病 怎么会反常呢 你在想想 佛所讲的这个道理 人心反常